昨天出了几天货 然后拿过来做一下镇书 现在这件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就那个手朵星做出来的 做出来效果的话 也还不错 但是这个棉 这个白棉的话还是有点显 剖出来之后 做了个镇书 拍照角度很重要 角度很重要 整的来说的话 不亏不赚 因为不管是这个片料 还是没抛光之前 我们说的毛料 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堵性的 堵什么呢 主要是堵这个起步 像片料的话 你就还要考虑一个设计 一个雕工这种 最后还要堵它的起货好不好 像这个的话 如果是这些棉 这些白棉 它抛出来它不显的话 就是不显这种棉的话 那么这个价钱会高很多 高很多 但是现在的话 两千多两千多三千块钱的样子还是有的 两千多三千块钱的样子还是有的 如果是这个色 抛出来它能画得开 这个棉 这个棉不怎么显 这整片都是绿汪汪的 那么这个东西就 就很值了 就很值了 那么四五千啊 甚至五六千啊 都是很正常的 都是很正常的 我就说是这边的市场价啊 不是你们那个山产品的价格啊 大家可以看点 还算还算可以吧 还算可以吧 我一直怀疑是这个 抛官出了点小故障还是怎么 可能 那我预想的还是 没那么没那么 这个颜色没那么就是 没那么面啊 一画开的感觉啊 行吧 看一下这个证书啊 我们做翡翠证书啊 它这个证书 因为是在灯关下拍的 可以看到啊 这个东西就是打灯的话 就是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啊 看这个证书啊 证书你主要看这个翡翠A 它后面一定会有括号写这个A货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证书就会有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二维码我们可以扫啊 我们可以扫 但是它这个证书的话 呃 当天拿的话 你可能要第二天才能扫到 他们上传了这个数据啊 会有一定的延迟啊 或者一定的延迟 其他的其实什么3.33 具有这个这个只要是它有A货的话 这些数据都是一样的啊 还有就是如果是它这个证书打的时候 如果有模糊的话 这个二维码有模糊的话 你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后面啊 它有个网址的啊 有个网址的啊 就这个证书查询网站啊 这个W什么什么点看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编号 这个编号直接输进去查啊 也是一样啊 这是教大家的啊 至于其他的 像这是什么干印啊 这些 这些应该还是做假的话 比较容易啊 但这个网站啊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网站啊 这个网站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应该是唯一的啊 唯一的 关谷珠宝成立于广东 拥有国家注册商标 从事翡翠行业十余年来 坚持从缅甸矿区 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 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 精雕细琢 支持私人定制服务 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 关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 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美国 加拿大 新加坡 港澳台等地区 有很高的声誉 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 结缘观股 以往都认为 翡翠价格过高 那是您不了解翡翠 关注我的微信 78872456 学习更多翡翠知识 判断翡翠的价值 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 买翡翠 找关谷 微信 78872456 关谷珠宝向您承诺 全场保证翡翠A货 送国检证书 支持全国附检 可以淘宝交易 假一赔时 鉴赏期内不满意 可以无理由退换 同等翡翠所受价格 低于实体店的三折 可以随便对比 微信 78872456